这些东西很大 比外国有一个 你说百多元都当当的有差 肥美的鹅仔搭配青葱淡花 这碗用料丰富的粥 正是台南老字号美食阿唐咸粥 涨价消息传出后 还是有不少死忠掏客 慕名前来 就觉得还是很好吃 像综合全中都还是150 因为我们很久才吃一次 所以其实还 也会觉得跟其他 就是有差别 可是口味还是比较 老板坚持用高品质食材 做出好口碑 但原物料标涨下 不得不调整价格 一碗鱼皮鱼肚咸粥涨到200元 也在网络上掀起热潮 除了名店扛不住这波物价涨潮 同伴相控美食也要撑不住了 小狗短袜的肉粥麻将面 配上热腾腾蛋花汤 这家里长面店 小碗一面25元 汤品也只要10元 十几年来走超频价路线 但现在也贴出公告 将在年后全面调装5元 他们家很便宜 然后现在外面又 大概都蛮贵的 那长5块也 就是相对于外面来讲 都还是便宜 我们先不脆 可是水凶皮啦 米啦 肉啦 它都弄掉啦 所以我们理顺就减少 理顺一般不然就不好啦 现在还这样下去的时候 竟然完全没理顺 老板无奈 涨价是不得不的选择 在这通膨万物起涨的时代 被称为美食之都的台南 从知名的瑞香包子阿唐咸粥 再到平价面店小吃 通通接力寒掌 让小百姓的美食小确幸 也跟着消失 欢迎新闻 陈英伟 刘佩婷 台南报道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 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明镇座 Tobello 明镇座的洲